我们凡夫所见的 凡夫有殊胜的缘分 能见到阿弥陀佛的现身 他现什么样的身 跟我们有关系 跟他没关系 为什么 他没有起心动念 他没有分别之处 我们有起心动念 有分别之处 所以他永远是横顺众生 随习功德 我们有感 他就有印 感的条件 就是经上所说的 清净平等者 我们的心清净的 他会现象 我们的心平等的 他也会现象 我们如果大吃大悟 民心渐性 他也会现象 我们有清净心 有平等心 我们想见福 他现佛像 想见菩萨 他现菩萨像 随众生心 应所知量 如果大吃大悟 民心渐性 他现得法身相 不是硬化身 现地下 确确实实 是当初出生 随处灭境 没有来去 没有来去 就是没有空间 信 不信 不信叫隐 隐信自在 隐信 就是我们讲的生灭法 我们有感 佛出现在面去 我们没有感的时候 佛像就消失了 就没有了 如果是 很多人 有感 不是一个人 那么佛到这个地方来 是以应生出现 三千年前 本师释迦牟尼佛 出现在印度 二 为我们做 八相成道的表演 诸诗八十年 我们中国人算叙岁 八十年 社加佛 圆起了 这个是 因人 如果是个人 这个缘分 现身 多半是化身 那我们 我们见到了 突然之间 又不现了 时间不长 徐云老和尚 四十七岁的时候 朝 五台山 为 把这个 朝山的功德 回向 给他的父母 这是 尽孝道 从 葡萄山 浙江 定海 三步一拜 拜到 山西 五台山 走了三年 三年才走到 这三年当中 生过两次病 都是在 旷野 看不到人的地方 病倒了 那 有一个乞丐 救了他 两次 都是这个乞丐 救他 他问他 问乞丐的名字 乞丐说 我姓文 我叫文吉 问他住在哪里 他说 我就住在 五台山 五台山的人 都知道我 他非常感恩 要是没有 这个乞丐救他 他的生命 就有危险 拜到五台山之后 第一个 他就打听 文吉 没有人知道 以后到寺庙里面 拜佛 拜佛完之后 问大众 有没有 有没有知道 文吉 这个人 有人就告诉他 那是文殊菩萨的 化身 他才恍然大悟 他就朝五台 就是去拜文殊 念头才深 文殊菩萨就知道 三年如一日 时时刻刻在他旁边 看着他 他有难 你看菩萨就现身 现一个乞丐神 让许愿老和尚 毫不在意 决定没有想到 菩萨化身来救他 这个化身的时间 大概半个月 跟他相处半个月 半个月之后 离开不见了 第二次生病 很巧又碰到他 他帮他治病 找一些草药给他吃 乞丐去讨饭 讨了多 回来的时候 供养他 两次跟他相处 一个多月 不是假的 化身 化身真管用 真帮他忙 真救了他这命 那这个化身 就是 楞严上所说的 当初出生 谁出灭 啊 唐长时候 法兆禅死 我们进途中 第四代的祖师 朝五太山 见到大神 祝灵死 文殊菩萨道场 他在这个道场 他在这个道场里面 见到文殊 福学 两位菩萨 在那里讲经 说法 他还听了一作 啊 讲完之后 向文殊菩萨 请教 那个时候 已经进入 末法时期了 末法时期 人的根性 比不上想法 啊 应该修什么法门 比较恰当 啊 能得正国 文殊叫他 念佛法门 念佛求生进度 所以他从禅 转过来宏进 修进宏进 成为进度中 第四代祖师 那么他离开 这个道场 想下一次还来啊 记住路啊 这一回头啊 道场就不见了 没有了 一片荒山 啊 这个 也是属于 化身 变化的 啊 所以菩萨 以报身 印身 化身 帮助 一切众生 啊 教化 一切众生 真的不是假的 真的不是假的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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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优优独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